嗨 你們好 哇 去年是這個受邀演出的團體嗎 今年那個身份會稍微做一下轉換 是這個台灣之夜的這個特別嘉賓 所以會在心情上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感覺嗎 比方說去年希望人氣引發會比較緊張一點 今年可能台灣之夜還是一樣緊張嗎 Doris 我覺得好像我自己比去年緊張 咦 怎麼說 因為這次我們是要跟血肉果直接還有哲疑合作 對 我們怕是砸他們的招牌 真的啊 自己表演就是成敗或是自己承擔 可是如果搞砸別人的場那個愧疚一輩子 真的壓力很大對不對 對 可是我感覺Freddy沒有在怕的耶 沒有我只希望 沒有我希望那個就是評審他們可以接受 因為我們應該不是我們是評審要求的團體 然後評審指定說要分開了 希望評審他們覺得我們這個特別為了他們組成的這個表演 他們可以滿意這樣 會喜歡 對 我們會錄起來回來給他們看 太好了 欸我真的是有看到那個去年的錄的一些影片 我覺得蠻感動 而且感覺整個氛圍很熱鬧 然後很成功 對 所以問一下這個 哲宜去年也是去過了嗎對不對 我去年沒有跟著他們去商民壽寧 我自己去商民壽寧玩過很多次 欸 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整個音樂器的氛圍嗎 我覺得剛剛他寫少年有提到 其實 商民壽寧就是讓你會感覺很專業的音樂器 從他們動線到舞台的安排 當然到整個他們整個聲音的主力 我覺得這部分其實等這次去回來 因為會後還會有一個分享的座場 是 我覺得那個時候到時候再了解之後會更緊張 嗯 去實際體驗過之後呢 再回來分享會有那個更切身的一些感覺 跟感動對不對 所以呢 要不要那個請這個 我們的閃鈴跟我們的這個Michael 要不要透過鏡頭就是跟大家呼籲一下 因為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經買好票 今年要衝Sumber Sony了 或是有一些當地的旅居日本的朋友 可能也準備要衝這個音樂器了 要不要透過那個麥克風就是跟他們說 請大家8月15、16日 一起來Sumber Sony 參加我們的好玩的活動 這用中文 欸用中文啊 因為不要說日文英文 我不會是OK 我只確定一下 對 其實閃鈴會在今年的那個 日本音樂劑Sumber Sony的官方前夜季 Tai Wonderful出席 然後跟雪若果之機還有哲儀一起 然後會為大家來表演很特別的歌曲 然後非常希望大家能夠來參加 只要有SummerSonic的票 都可以 都可以來 歡迎進場 等一起同樂 對不對 小黑你要說說話嗎 男爹都來了 沒有 我在等當 就 你是人型蜜牌 哈哈哈 謝謝小黑 舞台上面也是非常具有爆發力 那Freddy 我 怎麼突然結巴 沒有 那個 我知道大家為了那個 那個台灣的佛那一天晚上的編曲 大家都 發了很多的時間 對 那事實上 不只是 今天如果沒辦法到日本參加的 在活動之前 我們應該就會把那個單曲出位發行 就是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等於我們第一次跟我們跟哲儀認識這麼久 也偶爾曾經一起合作過 但是第一次真的要做成一個正式的作品 那也是這一個這一次的機會才促成這樣 是 緣分 嗯 我不說一下 因為去年真的太成功 所以我們今年壓力很大 對耶 對 可是今天有廣眾 然後血肉拍事業他們也都很強 對 所以我想說我們的 我們就是 盡 盡自己 自己最大的努力 沒有啊 我基本上就是如果今年人不夠多 我都是怪到他身上 哈哈哈 結果都被 都被強打那個 哲儀的那個 我們明明是被拖下雪的 為什麼會要抖上 我們都死 我們都死 對 就是大家要盡全力啦 全力的來宣傳 希望這個台灣之夜能夠熱熱鬧鬧 轟轟動動很成功 Summer Summit的演出也是人氣爆棚 對不對 好謝謝大家 那台上我們麻煩這個閃鈴跟哲儀先留 我們先來不住 感谢观看